美国总统拜登在昨天到宾州这边出席活动的时候 他要推销他的拜登经济学 但现在网友都在关注的是 为什么拜登在结束之后居然站在台上 又有点迷航的感觉 而且在台下还跟好像看不见的人在打招呼 拜登在演说结束之后突然快速的往前踏了一步 然后180度往反方向走 这动作看起来有点突兀 也再度成为网友的讨论话题 拜登他力推的晶片法对于重振半导体在地制造 是寄予厚望 但是身为全球最大晶片制造商的台积电 现在却宣布由于缺乏技术劳动力 再加上美国的成本比较高 亚利桑那州的厂区4奈米量产的时程 被迫研制2025年 这也让晶片法这个拜登的标志性立法成就 如今面临重大的挫败风险 而其实亚利桑那州又是美国总统大选的战场州 这也对拜登说要连任可能不是个好兆头 好持续来看到说 现在这个美国亚利桑那州4奈米的量产的时程 恐怕研制到2025年 不但是打脸了拜登打出的选举支票 背后更是透露的台湾企业面临美中较劲时的身不由己 企业经营如果是延商在商延商 但是呢受到政治力干扰的话 恐怕就会增加很多的负担 再加上台湾政府现在的外交政策是唯美侍从 最终让台湾民众引以为傲的护国神山 在太平洋的彼岸恐怕也会遭受到一些牵制 好持续关注的是现在中国大陆的外交圈都在问 大陆外长秦刚到底去了哪里 好同时也是外媒的聚焦的重点 昨天在大陆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头呢 发言人毛宁再度呢被问到了这个问题 不过其实很多天他都被问到 但是在昨天特别是没有问到 而且呢记者会是三分多钟就结束了 没有记者提问 让他感觉上好像也是松了一口气 下一个问题 没有其他问题了 还有其他问题吗 那好今天的记者会到此结束 祝大家周末愉快 感谢周末愉快